有赵露丝和吴雷主演的电视剧《星汉灿烂》正在热播中 豆瓣开分7.4 真可谓老少皆宜 男女通吃 有因为吴雷的言入坑的 有冲着IP来的援助党 也有赵露丝的粉丝 更有被剧前吸引的路人粉 那么这部剧究竟好不好看 该剧讲述了成家的女儿成少商赵露丝饰演 因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称为留守儿童 祖母与婶婶趁着她发烧 将她丢到乡下让其自生自灭 意图将其养成废人 听闻成父成母即将回府 祖母才派人将她从乡下接回府上 之后 处于失婚年龄 又自小缺爱的成少商 先后遇到了新帝的义子林不宜 白鹿山才子元慎 世家子弟楼瑶 三人各有幽劣 又各有神情 在选择失婚者上 成少商既自卑又务实 使其情感之路颇多坎坷 抛看男女主角的光环 还有官配的说法 其实成少商三段感情的结局 早在灯会那晚 就已经注定了 一成少商与第一任未婚夫楼瑶 虽两情相悦 但中间始终隔着一个未婚妻 成少商与第一任未婚夫楼瑶的感情 很是周折 在他们殿下白手之约 不日即将在长辈的见证下敲定婚事时 娄瑶的前任未婚妻和昭君又来横插一脚 何昭君发现了肖世子一家存有不忠之心 为了不被利用便在新婚之夜躲了起来 肖世子等人被处刑之后 何昭君家里的长辈赤起了回头草 他们特地在垂死前留下遗言 对娄瑶进行道德绑架 要求他与何昭君成亲 于是文帝感念和父的忠友 将何昭君赐丰安成君 让他们择日晚婚 即使承少商与娄瑶万般不怨 也只能迫于无奈解除婚约 娄瑶迎娶何昭君 承少商不得不结束这段短暂的自由恋爱 娄瑶与承少商的情感现不过是昙花一现 他们二人终究是有缘无分 其实这段感情的走向 在灯会那晚就早有暗示 上缘灯会那天晚上 娄瑶与何昭君相伴同行 走到九楼前猜灯谜 偶遇正在逛灯会的承少商 何昭君出言嘲讽承少商是相下来的 自己不知道就不要爱着有知识的人猜灯谜拿奖 引得承少商被周围人嘲笑 之后何昭君看到楼上的灯笼 想要楼窑猜中灯笼中的灯笼 赢得那个灯笼给他 但是楼窑不能猜出来 灯笼都被楼上的袁慎猜中了 在之后由袁慎出的谜题中 只有承少商才能算出谜底 于是他反过来嘲讽何昭君 猜不出就不要爱着聪明的人猜 楼窑此刻就被承少商的聪明机制所吸引 但是碍于他与何昭君早有婚约在身 而何昭君又被承少商给气走了 所以只能与其匆匆告别 虽然楼窑对承少商一见清晰 生死相随 但是终究是天意弄人 何家发生的重大变故 再加上文帝和家中大房的施压 他只能与承少商取消婚约 转而取了何昭君 因此楼窑和承少商终究是有缘无分 他们终究是对方生命中的过客 即使有些交集 但最后只能是擦肩而过 相望于江湖 二落花有情 流水无意 他终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袁善贱也是一样 袁身为白鹿山才子 自善贱是都城小娘子想嫁的人排行第一 是袁家未来的家主 身份尊贵 他虽然也对承少商一见钟情 可是他俩的结局早有暗示 同样是灯会那晚 酒楼旁边挂满了用来猜灯谜的灯笼 可是灯笼中的谜底 全为袁善贱一人猜中 酒楼掌柜就让袁善贱出一题让别来猜 真好楼下的一群人中 只有承少商猜中了他的谜题 所以他就对承少商一见倾心 在承少商等掌柜的把奖品拿给他的时候 袁善贱就从楼上将自己的绣球丢给承少商 可当时的承少商 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 因为着急着要赶去看郡主掉下水的热闹 所以就将绣球又丢回去给楼上的袁善贱 绣球在承少商手中逗留片刻 随即又回到袁善贱手中 暗示了他们两人后面的情感走向 林不宜在将要和承少商结婚的前几天 突然抛下他 灭了林后满门 只为报仇 可林不宜也因为四字用兵被皇上贬去边境 怕为了避免承少商被连累 便解除了婚约 此时 袁善贱看到机会来了 又害怕承少商被别人再次抢走 便在之后的时间里 时刻陪着他 很是殷勤 他耐心地等了承少商五年 承少商终于接受了他 与他订婚了 可就在两人即将结婚的时候 林不宜突然从边疆回来 扬言要抢回承少商 承少商怕林不宜为了抢婚不择手段 伤害到袁善贱以及袁家 便主动提出了退婚 最终袁善贱明白了承少商真正的心意 见到了林不宜抢回承少商的决心 他决定退出 成全这对家偶 他深爱承少商 却在与林不宜争抢的斗争中 决定认输 只不过是因为 他一直都不是承少商的首选之人 在承少商和林不宜退婚后 袁善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在承少商心中 一直把袁善当作志趣相投的朋友而已 因此他虽然答应了袁善的求婚 却在林不宜出现的时候 他还是选择了林不宜 就像当初的绣球 袁善相中他 抛给了他 却被他直接抛回 从头到尾 这就是一段单相思的爱恋而已 三命中注定的人 一定是那个互相救赎的那一个 承少商与林不宜 是两个苦命的孩子 他们同病相连 各有各的不幸 不管是从第一次相遇开始 还是之后两人的交集来看 都有种命中注定之感 灯会那晚 承少商与楼瑶和袁善相遇 却最后跟林不宜的交集最深 楼瑶当时非自由身 正好后来他不得不为上一段婚姻牵绊一样 袁善主义于他 可他却被其他事情所吸引 郡主落水一事 承少商和林不宜都在关注 可当时承少商一眼就拆穿了 郡主拙劣的小手段 为林不宜解除了被郡主纠缠的困扰 而对于承少商来说 林不宜出现的时候更是恰到好处 酒楼着火的时候 承少商听错了声音 以为他的家人在里边 正冲到酒楼周围准备去救食 旁边的架子被火烧得快要倒塌了 在即将押到承少商时 林不宜冲过去将承少商报了出来 他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承少商的性命 经典的英雄救美剧情 给承少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也许对于承少商而言 他早就对林不宜动心了 可是以前的他遥不可及 后来的他又主动退婚 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和对方的感情 所以 他选择更看得见的楼窑 接受对自己好的袁善剑 与林不宜一而再 再而三的错过 可当林不宜表现出对他的喜爱时 他的情感终于得到了正面回应 这一次 他抓住了自己的爱情 结语 一场灯会暗示了承少商的选择 不管楼窑和袁善剑出现或是不出现 承少商最终都会选择那个 解救他于万千水火中的林不宜 只有他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出现 拯救了他的人生 虽然后来林不宜因为家中的仇恨 被贬去了边疆五年 但依然没能改变承少商的心 所以楼窑和袁善剑 始终都只是承少商生命里的一瞬美好 当梦醒了 一切就都回归自然 最终他还是会和林不宜走到一起 结为夫妻 迎来美满的大结局 承少商与林不宜 也在这些经历中各自变化成长 慢慢与自己和家庭和解 并坚守内心的正义 携手化解国家危机 成就一段佳话 承少商的三次退婚 一次是楼窑 一次是林不宜 还有一次是袁善剑 兜兜转转 林不宜和承少商最终走到了一起 心汉灿烂让我相信了 什么叫命中注定 你们看了没 唯一 请大家订阅